台大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Slide Jam 然後我是台大開源社的RCR 那其實今天我是來參加GDV黑客送的 但是因為在這個同時剛好就是台大自己也有辦黑客送 所以我們就我們自己跑過來然後推大一起參加 那其實還蠻有趣就是我們在這邊吃這個 然後他們在這邊做這個就是連棉被都拿出來 聽說非常的對 那我們就覺得非常不忍心 所以無論如何因為他們做的東西和資料科學有關 所以我們希望在Lining Talk的時間就是 present他們做了什麼樣的可愛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的大一文在就是黑客送的題目叫Slide Jam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Slide Jam 就是它可以產生就是無用的那個論文 然後投稿給其他 那我們知道現在黑客送實在太多了 然後有很多人就是其實是去Pinching的 然後其他沒有做什麼東西 但是假如做出厲害的投影片 看起來好像就煞我介事 所以於是他們做一個很可愛的小程式 可以產生隨機的投影片 然後讓你可以拿去黑客送Present 那基本上那個它是用Python加上一些JS的魔法做起來 然後首先你要怎麼去找就是無用的標題呢 先從就是提什麼ORANGE盤一下文章 可能像這個樣子 對 然後詞評分析之後 你會發現說就是它最常有什麼 創業家、駭客、大神、創投、小米、社群、資安、製造、山寨、亮點、商業模式 然後這些詞只要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加上很厲害的圖表和農場出 大家我們就有一個投影片 有沒有 深度學習物以後 大樹去積極學習 對 然後十億人都驚呆了 然後什麼使用者今天 在地化黑客送 身工人工智慧校園 那這些東西就是在斷子之後隨機的產生 然後 所以隨機的就是產生 然後做一些即將開演 有沒有 我們加上很厲害的圖表 然後其實也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但是看起來 下次謝謝 對 接下來你就說 哇 黑客送其實這麼簡單 現在你只要連到這個網址連上去 然後你只要按Generate 就可以獲得新的簡報 如果你發一下漢源的重迫的話 可以自己在即時產生 那聽說他們在這個時候 同時在台大接受評審的評分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說 就是資料科學真的非常有趣 他只是用了就是Python的那個結巴段子 就可以做出這樣可愛的東西 說不定我們之後可以分析 就是以後就大家都不用開新聞媒體 都只要讓就是城市產生就好了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Presentation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 謝謝大家